夜深了 準備睡覺 結果外頭突然傳來 爆炸聲響 打開窗戶 煙火不斷 綻放高空 不要懷疑 他們勢在慶聲 排場相當大 堪比跨年晚會 另一個角度更誇張 仔細看 釋放煙火的地方 離大樓非常近 就在桃園監獄前面 而一旁還是法官宿舍 一不小心都有可能釀災 因此有民眾認為 這不只是單單慶聲 這麼簡單 似乎挑釁意味相當濃厚 15號晚上9點多 36歲陽性男子跟友人 總共9人跑到桃園溫中路 花了2萬到這 施放煙火 曹的民眾根本不用睡覺 嚴重擾民 警方立即啟動快打部隊 前往盤查 前案1 刑法公共危險罪及死 社會秩序維護法 以請偵辦 令含請消防單位 依全責裁署 而因為證明陽性男子 有宮廟背景 取得高控煙火相對容易 其中甚至還有兩人 有詐欺毒品前科 放完煙火就趕緊開車 逃離現場 加裝沒事 只是夜晚大動作輕聲 自己開心完 卻嚴重影響民眾休息 這下通通帶回警局 只是因為釋放地點 警鈴桃園監獄 是否有其他意圖 警方持續追查中 TVB新聞廖總親 也身份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